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任中央常委 中纪委书记李希行贿 给李希行贿了22个亿 还有消息说 马云也向中央举报 县总理李强在任浙江省省长时 勒索阿里巴巴公司74亿人民币 如果这两条消息属实 估计习近平也不会处理 因为李强 李希这二里都是习近平的嫡系人马 且过意为常委 习近平不可能动这两个人 习不怕他的马仔贪 只怕他们不贪 贪了好掌握他们 拿住他们的把柄 习近平反腐是选择性的 同样是习挑选的马仔 秦刚李尚福可以查 可以抓 可以撤职 因为他们只是国务委员 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 查办了 影响还不算太大 而二里 李强 李希 位高权重 习不会轻易拿下这两个人的 二是检举人许家印与马云会有麻烦 许家印已经被抓了 生还的可能性极小 马云不知深浅 可能也是这些年被打压 有情绪 愤而举报李强 然而马云越这样闹越危险 搞不好也会像许家印一样的下场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无论大老板 小老板 最后都难逃许家印的下场 这不只是企业家个人的困境 也是体制的困境 是中国的困境 二十大上 习近平非法连任 非法政变 团派被团灭 李克强 汪洋退出领导岗位 按着年龄说 他们应该还能再干一届 因为七上八下 他们都没到七十岁 应该还可以干一些 但习近平都七十岁了 还连任 按着年纪说可以连任 但是被团灭了 李克强 汪洋都提前下台了 习近平的主要仇敌 李克强下台了 也被清算 直至最近被害身亡 那么团派唯一仍在台上 硕果仅存的是胡春华 胡春华是十八届 十九届 两届的政治局委员 年龄也不大 刚刚六十岁 曾经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然而随着团派的失势 胡春华在二十大上失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位 弄到政协当了第二副主席 排名在石代锋之后 石代锋是统战部部长兼政协第一副主席 石代锋也是胡春华的死对头 因为石代锋在2019年 被习近平任命为内蒙古书记 胡春华原来是内蒙古书记吧 石代锋是2019年被习近平任命的内蒙古书记 石代锋按照习近平的指示 在内蒙搞反弹 搞什么倒查二十年 搞掉了很多胡春华主政内蒙时的人马 而且把矛头直接对准胡春华 现在胡春华已经半退休了 在政协养老 但是习近平并没有放过他 最近只是中纪委成立胡春华专案组 由中纪委副书记刘经国担任胡案专案组组长 预计明年上半年就会拿下胡春华公开查办处理 即不处理李强李希的问题 却揪住团派的小胡不放 可见习近平欺人的阴毒喊辣 关于胡春华 正好蔡沈坤先生昨天也有评论 他说胡春华当年到广东当书记 实际上也向习近平书成 向习近平表达臣服 关掉了在汕头的文革博物馆 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举动 文革博物馆是揭露文革浩劫的 胡春华把他关掉 明显的就是讨好习近平 关了博物馆之后 胡春华后来还发表过一篇文章 通篇都是学习什么习思想什么的 也是在向习近平表示臣服 可是二十大上他还是被拿下来了 这种没有风骨的墙头草 也不值得通行 现在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是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非常值得关注的是 前天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消息 穆迪都没有公布 在公布之前几个小时 中国的微信上就在疯传这一消息 直接导致股市被砸盘 穆迪将中国主权债券评级展望有稳定调降至负面 理由是中国利用财政刺激措施 支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做法 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下行风险 在穆迪发布消息后 中国财政部立刻作出回应 提出对穆迪的决定 感到失望 中国经济具有高度韧性 且有极大潜力 房地产的不景气影响已受到良好控制远远 这是财政部讲的 穆迪调降中国债信评级的展望 发生在中国经济崩盘不断加剧 引发政府转向财政刺激之际 中国已经扩大借贷规模 将其作为提振经济的主要措施 但此举引发外界对中国债务水准的担忧 北京当局今年的发贷规模 料将达到创纪录的水准 值得注意的是 在目的于北京时间下午三十二十五分 发布调降中国债信平等的新闻之前 早上十点五十一分 这个消息就开始在微信上流传 事实上有关目的可能调降中国债信评级的消息 早上就在私人聊天室传开 这意味着有些投资人在目的正式发布新闻前 就已经开始在举行动 5号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之后 户申指数出现卖压 户指收盘大抵1.9% 彭博社指出 信评机构通常会透过一个委员会 来对某国的主权债券进行评级 然后会在正式发布的几天之前 就将结果事先提醒盖国政府 这个委员会的分析师通常来自全球各地 这次在目的正式发布新闻之前 微信就已流传这个消息 显然是中国政府内部有人走漏消息 那么又有最新的消息传来 目的评级公司又把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性评级 降为负面 继中国之后又把香港和澳门的评级给降低了 目的直指 这反映目的对中港之间紧密的政治 制度 经济 及金融联系的评估 目的称澳门大型旅游业 博彩业和银行体系 严重依赖中国 对港澳展望的调整 受中国政治经济和金融联系的影响 关于香港 目的表示 继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 以及香港选举制度发生变化后 预计香港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决策自主权 将继续逐步受到进一步的侵害 目的的报告还称 中国大陆的疲软趋势将影响香港经济 香港成长疲软 可能削弱政府的财政缓冲 另外 目的周三还下调阿里腾讯等18家中国企业的评级展望 致负面 目前 中国疫情严重 多地重启核酸 有消息显示 12月6号 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 要求遇害者出具核酸证明才能进入会场 几天前 广州举办一场国际会议 有嘉宾就表示出席会议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做核酸 中国纺织经济信息网公布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文件显示 12月6号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召开2023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会议具体事项的第一条 就是按照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的要求 进入大会堂需要提供24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会务组统一安排测核酸 我在上次的节目中就讲到 中共企图借着这波疫情要重新恢复风控 网上也有网友发出呼吁 我们要举起森林般的手 强烈反对恢复什么健康码 这两天健康码是否会重出江湖成为令人不安的网络疫情 很多人木然发现手机上的健康码依然还在 传闻有的省份健康码开始重新上线 我们一厢情愿的希望健康码付出之说乃起人之忧 或者就是瞎子算命纯属信口乱喷 而不是为了某种适应性的测试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 各地健康码并未向通信行程卡看齐 实时彻底下线 告别历史舞台 健康码貌似一直以完好无损的状态 折服于网络应用端 它会不会被重新激活 会在什么时候跳江出来再展其威力 尚未可知 看到健康码这玩意 第一反应是生理性反胃 不要跟我说 这项堪称伟大发明的数字化治理技术 曾经怎样保证了大家的健康 我们永远不认这个账 没有谢谢 在我们的眼中 它不过是现代性的奇迹阴巧 它每一次变黄和瘫疮 都曾带给每个普通人百种滋味 甚或造就了那么多沉重的人间悲喜剧 它曾与我们的生活深度绑定 对每个人的信息进行无差别 大规模持续性收集和监控 前提条件是以限缩个人权益为代价 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必须 在一个健康码构建的数字世界 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人 数字化对人从肉身到精身的前置 从来没有像健康码这样 轻易却又深入骨髓 它让人受伤却找不到伤口 倍感痛楚却无法诉说 它已经成为公众的创伤性记忆 其令每个人焦虑不安的生活体验 今后无疑也将成为全民最深刻的集体记忆 我们不能不追问 健康码肩负的使命早已宣告完成 为何至今还不彻底下架 还不彻底删除相关数据 它迟迟不肯从各地的应用端下线 无非因为好用和管用 形成行为惯性和路径依赖 试图将其延伸到常态化的公共治理 预讲这宝贝家伙改头换面 用作其他用途和场景 我们笃定有人从来不缺乏这种强烈的冲动 瞧瞧你们老百姓 那个时候有多么服从 多么乖顺 岂能轻言废弃 时至今日 这些人仍在左顾右盼 这样一个精准的数字化系统 应转型为市政府 倘若此 我们只需回答 法定授权的依据是什么 寄望用一套数据模型 来驾驭和治理社会 用整齐划一 寡淡乏味的标准 遏制整个社会生态和文明的多样性 这不是治理现代化 让健康马功成身退 不客气点说 让它滚得远远的 对迷亡于当下的技术恐慌和社会焦虑 不乏抚慰和疗愈作用 不彻底关闭健康马的服务功能 删除销毁所有数据 它势必会刺激蠢动 撕扯公众结佳的记忆上罢 我们老百姓必须举起森林班的手 制止健康马付出 关于雪草姐事件的官媒 昨天也发布了官方的调查结果 官方的调查结果说 雪草姐的姑姑根本不是什么官员 是一个退休工人 是一个什么小工厂的一个退休工人 雪草姐在视频中说 我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卫健委 卫健委联系了阿里地区 动用了阿里所有公务员献血 官方的调查说 这是雪草姐的夸大其词 根本就没有的事 这是把责任都推到雪草姐身上 说她夸大其词 根本就没有这些事 官媒的调查结果 遭到了广大网民的一致嘲讽 我看了很多网站的网民留言 没有一个网友是相信官方的这一调查结果 中共这样越猫越黑 真是非常搞笑 这两天的网络热点 还有关于彩票中奖的一个事件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 有人花十万块钱 买了快五万柱 都买同一组号码 中了两个多亿 这件事有一位网友评论的非常好 我们大家看他的视频 清空的奖池 他还不用缴税 整整两点两个亿 天底下哪有什么破贴的富贵 这才是 他到底是什么人 认定一组快乐八彩票 必中无疑 花十万多买同一组彩票 以前出手这么好卖过吗 为什么集中在江西南昌西湖区的两家福利彩票店 为什么分别投了四万九千二百五十柱和五十柱 也就是前一组数字已经清空奖金石了 后面还增加了五十柱 简直一副中自己的奖 让别人无奖可中的豪气霸气 这种夺定的操作简直不是人而是神 是极为罕见的巧合 还是有人有穿透时空的鬼魅神力 这将是中国福利彩票历史上最迫切需要权威部门正面回应的一个案例 他在无数人眼里巧合的游戏夸张了 甚至有些网友调侃说已经装都不装了吗 说明什么 说明过去有积累的种种疑惑 经过这次开奖又到了一个情绪的积压点 迫去需要公正权威的正面回应来消除社会的疑惑疑虑 我号下午媒体报道称 已经有一人领取了部分奖金 这时候意味着有具体的人出现了 他的部分对奖形式上为证明为真 做出了一定的正面反应 但公众对于这次中奖是否有内幕还需要更多的信息 中国的彩票中大奖按照法律规定中奖人的个人信息得到保护 但同时这种玩法的副作用也非常的明显 这就是大奖的真实性备受质疑 怎么平衡彩票大奖的公正公平性 让公众确认没内幕没猫腻 需要几个撞上来的麻雀解剖了做分析 今天这个案例是最好的麻雀 采明的情绪点又爆发了 集中到中国采明历史上第一个 中得过亿奖金 且不用缴一分钱税款的采明身上 其实是集中到了福利彩票公信力的疑点和痛点上了 法理上谁都不敢相信会有人开天眼做大币 做出一买就是十万 一买就清空奖持的一场操作 公众确认相信没有内幕 但这个天选其人是何方神圣 官方播放公开这个案例的更多信息 以消除疑惑以失公正 这个疑云消除了福利彩票的未来才有艳阳田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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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够看 甚至们 是 肚子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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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